你真的对我越来越不伤心了 难道我对你的付出和关心 换来的就是你的冷漠和忽视吗 你所谓的关心根本就是控制和摆布 我需要的是真正的陪伴 而不是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对待 你总是给我描绘蓝图 说未来有属于我们的房子 你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好 但现在全都变成了空头支票 为什么你永远在要求我否定我 却看不到我的努力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你继续走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陈26岁来自四川 事业单位女嘉宾小平22岁来自四川 自媒体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在一起是快两年了是吧 对 朋友介绍认识的 对 一开始谈的应该是特别的好对吧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种一声叹息的情况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 差不多一年的时候 其实最开始也有 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我男朋友对我们的恋爱不伤心 不伤心 工作又不撕进去 不求上镜 暗于现状 还有经常给我说一些 控话呀 就是承诺都从来不会实现的那种 我觉得在这样的话 真的我们恋爱也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行 有吗 回应一下 我觉得没有啊 说说事儿吧 我们听听好不好 我就说刚刚说他对我们的恋爱不伤心嘛 就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我没有带钥匙 我就给他发消息 我说我没有带钥匙 你有没有在家呀 他当时没有回我消息 我就打开摄像头看 其实因为之前我们家安那个摄像头嘛 我就打开摄像头看 他在客厅里面吃鸡打游戏 他不回我消息 他直接无视掉 然后我好生气 我回家我就问他 我说你看到消息干嘛不回我呀 对呀 有摄像头 难道你不知道自己看吗 你回家我肯定会跟你开门 我说的不是开不开门的事儿 一提到摄像头我就来气 最开始你说放家里是为了安全 口到后来就成了 你不在家坚硕的一种工具 我干什么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就连我偷偷了喝点酒 玩的游戏时间太长 不好好做卫生 你都会数落我 对呀 就是会数你呀 两个人在一起是需要隐私的 我也不是小孩 你还不是小孩 你干过什么大人的事吗 你身上的衣服 所有的衣服都是我给你买的 你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买衣服 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我明明喜欢黄色的衣服 你先给我买了一堆黑白灰 你穿衣服不是为了给我看吗 那我喜欢鞋 喜欢游戏机 你怎么不给我买 全是买的你喜欢的东西 手机链 钥匙壳 那些东西都是我给你惊挑事选的 那我直接给我钱就好了呀 你真的不理解我的好意 男人有钱就会变坏呀 男人有钱就变坏呀 如果这个男人没有钱 他一定不是好男人 而且他还经常放我鸽子 就刚开始谈那段的时候 他就放我鸽子 我们俩约好去海洋馆玩嘛 就海洋馆门口见面 我等到他一直都没有来 我就该打电话当时 听他的声音还在睡觉 他直接是睡过头了 我就当时其实我很生气 我就说你赶快过来 其实我当时就走了 我都已经到了 但是你走了你这不诚心吗 对呀我就是诚心的 我就专门气你的呀 故意惩罚你的呀 我之所以会睡过头 就是因为前一天晚上 咱俩一直聊天 一直聊到一点钟 你突然发个消息说 让我等你一下 就那四个字 让我等你一下 然后我就一直等到了三点钟 你等十分钟 我没回你 你不知道睡觉吗你 才刚开始谈恋爱 你说让我等你 我肯定会等你呀 这时候我也不知道 什么情况 我能轻易给你打电话吗 好 而且你每次回我微信 我拿手机在那儿等 等五分钟 十分钟 半个小时过去 一回回个字 嗯 你是我怎么想吗 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 谈的全是别人的微信 别人的消息 而我最希望的就是 等你的消息 本来我就不喜欢看手机 而且就放鸽子的事情 又不止这一次 还有我们就 谈恋爱一周年的时候 那天我们也说 去吃烛光晚餐 那天不你也没有来吗 那天晚上我们说好 七点钟去吃饭 然后我等到你一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 你一条短信 一个电话都没有打 然后你晚了一个小时来 你怎么说的 你就说你工作的任务 又给我堂赛过去 你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你 对我的陪伴很少 我回你微信你都不回 我就故意澄清 哦你气你的 我觉得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的 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 非要发微信说呢 我真的我不明白真的 而且我刚听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回你微信 然后你就不跟我约会 故意发我鸽子是吧 就每次都是这样 对啊你跟你朋友 注意玩的时候 电话不接 发消息不回 那我肯定会担心你的安全啊 那我对你来说 简直就是 招自己来挥自己去嘛 对啊 那我也就是陈欣气你啊 那也就是陈欣呗 你们俩挺逗的啊 非回量现在都挺大的啊 男生好像抱怨是 女生管得太多了 我现在这么听起来 有点这意思吧 对 女生抱怨的就是男生 在恋爱当中不关心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多了 行行行 那咱们再说说 他不上进好不好 对 我说他不上进就是 他跟我说 他要考事业编制 我说你考 他考了三年都没有考过 工作稳定就好啊 没必要非得考一个 真实的编制 而且我休息的时候 我也在备战考试看书 而你呢 没事让我干这干那 还让我打扰卫生做家务 还不是因为你总骗我 每次我打开摄像头 我就看到他在那儿 实际打游戏 就不好好复习 我就觉得你反正 也不好好复习 你还不如多干一点家务 多做一点事情 我就受费了你这样 每天都成天监视着我 干嘛呀 谁是这样 我就是故意表现给你 我在玩 反正他真的就是这样 故意气我 每天都是这样的 我们就谈了这么久嘛 也是上当正明年 要扯正结婚嘛 他爸妈其实也特别好 当时跟我们在成都 首付了一套房子 然后他也一直给我说 那房子就是咱们俩的 然后我也相信 我就很努力 很努力地规划着 我们的家 规划着我们的未来 每天我就加班得很晚 就只为多拿一点奖金 我就是减轻房贷的压力 难道我没有努力吗 我每天骑着汤黑 房子虽然没写你的名字 但始终是咱俩在住啊 对 他说写名字 就我跟他说 因为他的工资是每个月 用来还房贷 我的工资是用来 补贴我们俩的生活费 然后几个月过去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行吧 那我们结婚过后 写我的名字 他说可以呀 然后后面我才知道 他爸妈不同意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他之前 跟我说的一切承诺都是空话 我已经答应你了呀 对呀 你是答应了呀 但是你父母不同意这件事情啊 那之前说的就是白扯呗 就全部都是空话呗 我为了这件事 和我父母已经闹得很僵 但毕竟是我的父母 我能怎么办 我只有妥协呀 那你想过我吗 而且连装修的钱都还要贷款 那你的工资全部都用来还房贷 那剩下的贷款谁来还 还不是我来还吗 年轻人哪个不得奋斗几年 父母已经用了一辈子的积蓄 给我们俩付了首付 还加上财力的钱 已经拿不出多一个钱了 那你呢 你学变质都考不过 而且一直都是安云身装 不思进去 就是这样的 每次都是这样 我不是再努力吗 我真的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 我没有看到 我觉得我已经给那时间 给得太多了 而且还有最受不了的事情 每次也是我们争吵的一个点 他每次吵架都跟我冷战 他一冷战 他就去找他前女友 说我们俩的矛盾 只跟他前女友 说我们俩的矛盾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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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只把我前女友当哥们 因为我也不能大吵大闹 所以我只能选择冷处理 我想找一个人去 倾诉一下情感 而且每次我前女友 他劝我就是主动向他认错 反而他在那里 大乘当着无力取闹的感觉 对 每次都是这样 那你前女友那么三千人意 我这么无力取闹 那你跟那前女友过去呗 人家已经有对象了 那没有对象 那就是你们在一起是吧 我已经选择跟你在一起了 我为什么还要去跟别人呢 反正我就是不想 你跟那前女友还有联系 反正你如果不改的话 我真的我觉得我们俩没必要 就没必要再谈下去 没必要谈就不谈了呗 嗯 你们俩这是故意说的气话 还是说发自内心的呀 我是发自内心的 你呢 我是很气啊 你是故意的哈 女生啊 你看啊 不上进 房子不写名字 啊 约会迟到 找前女友 咱们排下去啊 最在意哪个 其实我最恨就是 他跟他前女友聊天 和前女友说我们俩的事 是吧 但是最让我没有安全感的 就是真的建房子的事 我真的我独生一人 来成都跟他一起打拼 一起生活 我真的我现在一点安全感 感都没有 我看到就是一对战 你知道吗 啊 行 跟前女友联系的密切吗 不这么密切 我跟前女友联系 还不是因为 我跟他两个吵架 啊 我跟他两个 不吵的时候不联系是吧 对 那你前女友也挺奇怪 他男朋友不吃醋吗 啊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我每次找他 就是因为想找一个人 缓解一下情绪嘛 然后他给出个主意 好 好 好 心平气和地说啊 还想娶这个女生吗 肯定想 今天是谁要来的 我 来干嘛 我就是想解决我们这些事情 这个不好解决啊 那房子也不是我们出钱买的 其实我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 我真的我就是大老远 来跟他一起奋斗 我一个人 除了房子 难道我就给不了你安全感吗 对啊 我这么喜欢你这么爱你 不知之处你都不能给我一点保障 那还要说什么呀 约会你跟我故意置气 你跟我冷战你找你的前女友 还不让你好好学习 你非要在家里打游戏 我给你买了衣服你不说好 你还嫌我管了你 你让我可怎么办啊 所以你看个人心里都有点难吧 那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这男孩好像是找了个妈似的 妈在管着他 他的衣服 他的所有的这个生活起居 然后一切都是妈妈在帮他料理好了 对对对 然后这孩子脾气还特大 好像在这段爱情里 他觉得特别的不顺心 刚刚你其实反问了女生一句 除了房子 我哪一点不给你安全感 我那么爱你 我其实也在问 除了房子 你有哪一点给过她安全感呢 你说你爱她 你为什么在和她争吵的时候 没有去安抚她 哄她 反而去寻找前女友的安慰呢 你觉得这个女孩 写名字在房本上 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合适的要求 但是我分明听到这个女孩 在负担你们的生活 当你在还房贷的时候 其实她在用自己的工资 维系你们的生活 我认为这是她在为这个房子 做出的一部分努力 可能目前你觉得写她的名字不合适 但未来 如果你们真的走在一起 我认为她应该在这个房子里 享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如果她为此付出的话 所以我也希望这位男孩子 你也要迅速地成长 然后学会包容 让她在受委屈的时候 能够跟你倾诉 而不是无路可走 无人可说 你都需要倾诉 她不需要吗 给她一句宽慰 好吗 谢谢你 那个房子的名已经写的是你的名了 对吧 对 我给你讲一个法律常识 如果你们俩结婚的话 婚姻法上有明确的约定 即使这个房子只有你的名 但一旦未来分割财产的话 法律会看你们事实 如果是现在你们状态 你的工资就是来还房贷 她的工资用于所有的家用 那无可厚费 这个房子里一定是有她的 你和自己的父母说过吗 我是在和我的女朋友 我们在共同担负着这个房贷 他们清楚现在的情况吗 还不清楚吧 告诉他们 如果告诉她实情的话 他们反馈 我想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在这方面 因为你造成了误解 好 前女友 你跟前女友是 因为什么原因分开了 主要的原因就大学毕业了吧 哦 无疾而终啊 对 哦 这里有无数的想象空间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你的女朋友 很介意你去把前女友当成 倾诉你们之间矛盾的 一个对象了吧 种种你的迹象表明 你的女朋友的确是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也知道 她是一个孩子嘛 是吧 对 你也没让她长大呀 因为你完全在一种 妈妈的这种角度管儿子嘛 她儿子给你找儿媳妇很正常 对不对 所以说摆清楚位置 如果说她没有到那一步 你们还是刚刚开始 互相了解的话 就不要一切 在这房子问题上介入那么深 如果你认为她是一个成熟人 可以这么托付终身地去处的话 那你要让她有一个成长的空间 并且同时要忍受 她是一个孩子的这种状态 你要慢慢地让她长大 对不对 就这样 女孩子没有安全感 不仅仅是这套房子 你要知道这个女生 要的是一个男人 或者她把你当成了 她丈夫的人选对吗 也就意味着将来你要承担起 一个丈夫的责任 可是恕我直言 如果我没猜错 你是一个妈宝男 几个现象 第一 你觉得你父母不同意 你就做不了决定 第二 你有事情找你前女友倾诉 是因为你在你潜意识里 一直有一个人 要给你建议 这也是你为什么 找她做女朋友的根本原因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小伙子 你想娶她吗 想 娶她为妻 对 给她幸福 房子如果你父母不同意 你可以有一个方法 给父母写个借条 将来有一天有能力了 把钱还给他们 但你必须要把房子写上你 未来妻子的名字 这对她是一种尊重 能明白吗 能 姑娘 为什么一定要特别期待 她很成功呢 就她非得 事业特别有成 能力特别强 你干嘛有那么强的危机意识呢 其实生活有时候就是平平淡淡 就是这个月挣了钱 下个月要还房贷 你的要求并不过分 但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有一天 事业有成了 也许他就不再属于你了 所以我觉得你要求呢 有是要有的 但不要太高 比如说监视他 觉得他打游戏就不行 就要指责他否定他 其实这是对这个男人 最大的打击和压垮 调整一下你的方式 和紧迫感好吗 我们还都年轻 时日还长 不一定这个男人 非要逼着他 明天就要给你 做出个什么样子来 真的有可能有一天 你就给别人培养老公了 这是我送给你的 少一些危机感 享受生活的每一天 好吗 祝你们两个幸福 我觉得你们两个 还是蛮般配的 好 谢谢 他房子你帮他还贷 还了多久了 快一年了 你凭什么在那个房子上 加上你的名字 之前我们去 看那个房子的时候 当时整个过程 签合同 看房 都是我陪着他 他一直给我说 那房子就是咱们俩的 然后后面 你也傻 你也傻 那房子又不是他的钱买的 我当时就是很相信他呀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后面也是 不是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这房子是他妈买的 不是他的 是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知道 我了解过 然后他那个房子就是 他爸妈给的首封嘛 我就是想后面再加 加我们名字 因为我觉得是 那你就等结了婚再加上 其实不要让所有人都误会了 你不是那么想要那个房子 你只是觉得 我既然抓不住他的人 他太不成熟 他还幼稚 那至少我得抓住点房 但其实真正地抓到那房 你内心又会甘心吗 你也不会甘心的 等待一个男人的成长 是要付出巨大代价 你要等到他成熟 很难 所以当你已经做好了 这种打算 要到成都来 要等一个男生长大 你就要为此付出 你的风险 你一个最大的逻辑和矛盾就是 我喜欢现在的他 我却要嫁给将来的他 这现在的他跟将来的他 这中间还会变化 男人成熟了 人格完整了 审美也会变化 他也许将来不会太喜欢你 虽然分手的那一天 可能会愧疚于你 毕竟陪伴了他这么多年 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所以说到这里 我觉得你应该干什么 第一 想清楚 等他成长的代价是什么 第二 他成长 其实你也在成长 如果你们现在是快乐的 就度过快乐的每一天 但最关键 最重要的一点是 工作 奋斗 人生 不会因为有一段爱情 和没一段爱情而终止 因为它永远是你自己的 你奋斗了 将来无论跟他在一起 还是不在一起 奋斗的价值依然属于你 他不会带走 你明白吗 俊烈 就是太快了 你仔细一想啊 就是没谈几天恋爱呢 马上钱也合在一起了 所有的日子的规划 全合在一起了 结果这两个人 是个什么性格 是个什么秉性 还都没了解呢 那个房子的问题 说不清楚你知道吧 就是纠结来纠结去 说不清楚 为什么说不清楚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情侣关系 情侣关系 情侣关系的钱 应该怎么处理啊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情侣的钱 能活在一起花吗 能吗 不能 但是事实是火了呀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 我们现在恋爱谈得太过快 在里面所有的人际边界 全部被打散了 打成了一个家庭边界的东西 完全是婚后的生活边界了 可是你有没有结婚 情感并不那么稳定呢 就急急忙忙地 给自己做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幻想 所以我觉得 就是太深太快了 现在是了解互相的时候 还谈不上结婚呢 谈不上结婚 你干吗给他还房贷啊 我们独立的话 我们可以租房 一人拿一半的房租 我经济上跟你独立 我不跟你和在一起 这是我认为问题的关键 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往前走 先把这些东西捋清楚 要不然真的挺麻烦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有时候对你 大声说话 不关心你 其实我就是 不想让你那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还不是想让你变得越来越好啊 而且真的 我就是觉得房子没有写我的名字 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 我不是说有太多的物质问题 而且我也不想你每天就是 无所事实的 所以说我就说多管你一点 但是 我也不是真的想 有啥资格管人家嘛 谈个恋爱还给人管起来 爸妈都管了二十多年了 找一女朋友 小妈又来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男生还哭了 委屈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我爱你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见证这一队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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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원 来说我们做cke矿